三十功名沉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相信大家对岳飞金钟报国的故事都是烂熟于心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岳飞还有一段非常浪漫 非常温馨的爱情故事 这部黄晓明和林心如就演绎了这段佳话 李娃 岳飞的第二任妻子 也是其最后一任 与月飞感情非常深厚 一个饰演27岁的月飞 一个饰演29岁的李娃 黄晓明和林心如在电视剧《金钟月飞》中上演的这场姐弟恋 在历史上一直被传媒佳话 对于林心如来说 既然做了英雄的妻子 就一定要有吃苦的觉悟 拍了好几个月了 终于发现她原来还挺美的 谢谢你 这戏里边她一直都是穿得很 很粗布衣服 然后很朴实无华 但是非常贤良淑德 今天之后就 开始要住那个没有娃的房子了 或许正是因为在戏中同甘共苦的经历 让两人在戏外也显得默契十足 就连聊起黄晓明的感情问题 林心如一下意识地保护起了自己戏里的老公 不是今年很多人结婚吗 是龙宝宝 龙宝宝应该来不及了 我肯定 你看看我媳妇多么贴心啊 你知道眨应该要解决言的 比ẽ妈妈会有家 twent Annie 隙宝宝吧